大家好,今天我們玩的是新版無雙獵 有些無雙獵是以龍的體系比較多 但我還是以舊版的秘密體系比較多 因為這個強度是比較夠的 那也不是說完全不塞星卡 我們還是有塞主要的無雙星卡龍後 這張真的是特別強 那麼無雙強的地方就是每回合都一定要有東西可以搭 一費我們只有追蹤沒有生物 那感覺就是虧個節奏 但沒關係,我們二三都是緊跟在後 那我怎麼覺得對面的盜賊真的蠻順 一費有東西,二費有東西 那這兩張卡還是盜賊蠻核心的卡 現在又多一張一費可以丟的那個海盜 又給你兩張一一海盜 那根本是靠連擊 不然還有那個死神家家賊 那之後我也可以去嘗試一下 三費他怎麼這麼衝動 探險者直接丟下去 哇,那代表他低費卡真的很多 這裡他直接收回去,又成長了 兩攻兩血 哇,該不會你還有什麼東西 零費的吧 又丟了一個硬幣 對,因為他硬幣沒有丟 因為他一二順起來,然後又獲勝 以太人幫眾 哇,他這時候養到七七啊 三費可以把冒險者養到七七是蠻不容易的 那這裡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擊殺命令解掉,一種是放狗 那我覺得 他的打點等下可能會非常多 所以我放狗還是先留著 擊殺命令去解就好 那我覺得這個盜賊 他好像有在防我的放狗 所以都會把怪盡量的先 能送上來能解就解 這裡五費沒有東西 進了一個賽佛瑞絲 但六費沒有東西 那我們賽佛瑞絲可以 許願一下 拿到我們的獅子 這裡他給的一費我都不要 因為我想要六費有東西可以丟 六費丟完,七費再丟 獅子也算是六費數一數二的強牌啊 但我剛剛是 把費用盡量的打乾啦 就是先下祕密再下賽佛瑞絲 如果我直接下賽佛瑞絲 我怕他不給我六費生物 可能他直接給個動物夥伴 三費等怪 那他這狗頭人 不射怪 射臉 那他是有虎化者 虎化者的話 他直接撞掉我們的獅子 那我們場面 又只剩一隻 但我們7倍直接打 恐龍馴服者 布萊恩 用這個八八去解嘲諷 然後優勢交換一下 把這二二也就跟五二交換一下 那我們此時 頭上可是有掛個竹鼠陷阱 所以他不能輕易的打出三張牌 不然直接蹦出個六六 這樣子他也是蠻頭痛的 那這一回合 是可以直接把裡面的秘密都抽起來 順便佔一個四四的場優 致命射擊直接射掉這五五 感覺上來節奏還不錯 拿到一個衝刺幫中 還可以優勢交換 哇真的蠻賽的耶 那這刀砍不砍 他不砍 那我們放狗是剛好可以補掉這五一的一滴血 解掉他的場面之後 我們再下這張新卡 滅龍弩 按天生技的時候 他會對隨機敵人造成五滴傷害 那我把他的場都解光了 所以就不會射到他的手下 這五滴直接打到他頭上也是蠻痛的 我們逼進斬殺線 等一下我們看的不能再進個什麼斬殺牌 可以把它收掉 那我們已經丟過賽弗瑞斯了 現在只能看我們的擊殺命令 那這個武功也是非常強 這腐化者每次都交換都是聖殘血 那我這一套是沒有帶爆炸陷阱 如果觀眾有很想要帶爆炸陷阱的話 我們建議可以把放蛇給換掉 那這裡雖然沒有帶爆炸陷阱 我們還是假裝演一下 讓他自己來撿 那他也是不可能用頭去撞 用頭去撞的話 他就只剩兩滴血 那我們天生技就可以收掉 那鯊魚之靈也是 不妨我們狙擊也直接丟下來 喔他可能是放棄鯊魚之靈 然後保其他的怪 但這裡他共出個主屬陷阱 他要怎麼處理呢 還是他有拿到雲幫重可以幫他架嘲諷嗎 哇他這武功也是直接沒了 他不防踏板陷阱 那這隻六六他到底要怎麼解掉 喔他幸運幣是蠻多的啊 真的幸運幣是蠻多 哇嘲諷架起來 這探險者又變這麼大隻 那沒關係我們標記射擊看能不能拿個斬殺牌 哇拿到一個擊殺命令 那我們瞄準他的頭按下天生技 直接帶走 怎麼感覺這場是有點艱辛啊 欸不對應該是對手跟得緊 對手其實在前期也是有防我們的秘密去猜測 然後也是盡量的去防主屬陷阱 那他是打得好 我們是靠賽 因為我們玩的是如實戰技 光靠實力是不夠的 你還要吃點死 嗯不一定吃死啊 我也沒再吃死啊 沒吃死就可以這麼賽 肯定是我平常有做三次 那打了一個獵人的內戰 我感覺他是去超牌網 超那個新牌的心無雙獵 直接把它copy下來 但我覺得新牌有幾張 沒有這麼強 應該是說比較難搭配得到 不是說不強 因為有些龍還是很強 那像那個傳說卡 直接讓對手血量變一滴血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掉那一滴血 難道是要放狗嗎 那費用比較拖得更久 所以我是覺得實用性可能就不太高 就會先拔掉 主牌的觀念也就差不多這樣 就是這實用性高不高 和你喜不喜歡這張卡 對這張卡有沒有信 像牧師那張聖水 我一定會帶 還有這版本的新牌 深水手遊帶 那張卡也是信牌 喜歡的一定要帶 那張深水炸彈 不是說完全沒有用 聽說在控制法好像不錯 因為可以打別人冰起來 然後再丟深水炸彈 那對手解不掉那張卡 下回合就直接少5滴 這人的話對手 居然有衝刺塊可以解掉我們的奇利亞絲 那開樣子是不能再回血 那六費 本來想說又沒事情做 進了個土狼婆式還不錯 我們下個秘密 再下個土狼婆式 場面直接變得非常兇爆 六費打出個滅龍奴 那開樣子是要接天生技 狙擊也是沒辦法把它補掉 因為它是5滴血 哇這個武功 狠狠的射在我們臉上 而且我比較 很喜歡那張卡的那個動畫效果 它那個就感覺很痛很痛 很重 很重的一鍵直接往你臉上插上去 那我們進行一個優勢交換 下個暴龍 直接往他的頭上K 那他也是下了一個吸血蚊 加擊殺命運 這代表他下回合可以收掉我們 那我這也不知道為什麼 把那個動物夥伴的那個畫面給解掉了 反正就是我們靠賽 剛好把他收掉 本來要下回合要丟龍奴 看樣子是沒機會了 要怪就怪對手 他一點想想把我們殺掉 不然我們也不會叫出那個李奧克 那打法師的話 他玩現在的無雙法的話 前期是比較弱勢 我必須抓個前期他 一直靠他臉 那一費手下 還是沒有啦 那倒是有二費手下 我下回合可能會直接丟吧 那還是沒有進其他東西 還進個龍後 龍後現在用不到 那我們二費手下還是直接丟 這個buff不一定要吃到 這個223 如果有東西就是直接丟 我們不一定要pick到這秘密 快攻更應該是如此 沒有快就要直接丟 我也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有些新手玩家是很想要吃到每張卡的效果 像我覺得逼不得已的時候 應該要選擇放棄效果 然後直接去場面的優勢 這是蠻重要的 那五費他丟個低配版的隕石術 哇還沒收掉我們的米莎 有著一滴血 尻下四滴 其實是蠻痛的 那這裡的二費我會是選擇天生技 我不會選擇賽佛瑞斯 賽佛瑞斯的話 可能是解這個法師我們解不掉的場面 或者是拿來收頭 哇 創造之力直接交出霍格 這兩隻嘲諷挺麻煩的 那標記射擊先射一隻 看能不能拿到什麼法術 這時其實我在當下想很久 因為我在想要幾隻放狗是剛好能解掉 那其實是夠的 我們兩隻放狗都直接解掉他的嘲諷 這手術要非常快 平昌有在訓練右手的我 這完全沒有問題 這裡他優勢交換 火術烏衣找個法術 哇 居然是找到咒術召喚 但還好是沒有切出什麼嘲諷卡 那右手進了一個擊殺命令 代表我們這個恐龍訓服者 布萊恩的暴龍去撞他臉 剩七滴血 下回合我們只要配合野獸 天生技 是可以直接帶走他的 那希望他不要發現 嗯 那他看樣子就是完全不怕死 或者是他根本沒有那些補血卡 洗地牙是什麼 但我真的覺得他蠻帥的 還可以切到嘲諷 不過 他想的套路 我都已經想過了 而且就算沒有進這個 擊殺命令 我們賽佛瑞斯也不用火球速收他頭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 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起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次新牌子 快 NC 你直接理書我 刀 不均搖 我 你 pix